我们的气泡手本身带有点酸度跟草莓 所以配起来都是超级棒的 你也知道是在家里面做还是要很结白 很讲究这样子 哈哈 嘿 萌萌 我脱网没抓耶 干嘛 今天我们有特别为你准备的圣诞礼物 真的假的 那么好 对啊 圣诞节到了 哇 是这个耶 帝王干耶 对 帝王干 这很好吃耶 对 还有我们的那个草莓 果然是冬天 对 但是 感觉这个有所什么阴谋的感觉 没错 你猜对了 我们今天希望你用帝王干跟草莓 帮我们观众做一个圣诞的饮品 好 没问题就交给我 但是请先让我抓个头发 谢谢 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 萌萌 爱喝吧 那圣诞节快到了 大家交换礼物了没有啊 那我今天的话呢就要用我拿到的圣诞礼物 帝王干跟草莓做一个圣诞兵分给大家哦 Let's go 首先呢我们要拿我们的草莓 然后呢把它放进去 第二个呢要放入我们的帝王干 那大家知道帝王干的由来吗 那帝王干呢 其实为什么他叫帝王干呢 不会不是因为他就是非常大颗哦 他其实是因为就是 清朝的时候 这个皇帝出巡 然后民众进贡那个 就是很好吃的柑橘给他 他一吃就觉得说哇塞 太好吃了吧 所以呢 之后的那个未来进贡 专门进贡的那个水果的那个柑橘 所以他才叫帝王干 这个意思 有做功课耶 呵呵 拜托哦 呵呵呵呵呵呵 接下来要加入我们的蔗糖 那糖的话呢 选择这糖的话呢 它的风味上面会比较自然 然后口感上表达也会比较好哦 然后我们就简单的进行就是刀除 你要压到什么程度呢 你会压到就是 微微会闻到一点那种草莓跟柑橘的那种香气跟香味 完整的融合这样就可以咯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来做上面的装饰的部分 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就是帝王干的他的这个果皮 然后不是把它切一半之后 然后把它挖出来 它就会变成像这样很可爱 像小碗装这样子 帝王干呢就是呢 倒一点进去 你也知道就是在家里面做还是要很给白 很讲究这样子 哈哈 把草莓放在 放在里面 那放了我们的 帝王干跟草莓之后呢 我们利用刚刚的那个蔗糖 然后呢轻轻的那个撒一点在上面 那这时候这时候呢 我们就是可以在在表面上面呢 就是使用就是喷香 然后让它做出有点焦糖的口味 烧完之后呢 接下来就可以做我们下面的圣诞冰粉 我们就把刚才的帝王干 糖然后还有草莓倒进来 那加第二层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要加入我们的蔓越莓汁 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也是 亮发店可以买的到的白葡萄汁 好 然后两层加完之后就要加上我们最后 party的主角 气泡酒 最后呢少女的时刻来的就是呢 我们要把我们刚刚做好的美丽的装饰放进去 耶那我们的圣诞冰粉就完成啰 给小编总算有个交代吧 圣诞礼物的感觉 好那现在立刻马上来喝一口 应该还要搭配这个吃哦 它因为它上面的糖啊 然后经过就是烤过的时候 所以它有一些焦糖的味道 然后所以它跟就是帝王干的甜 刚好可以搭在一起 所以风味上面其实非常好喝 然后加上就是因为我们的气泡酒 本身带有点酸度然后跟草莓 所以配起来都是超级棒的 不如大家也一起带大家试试看吧 我是梦梦 Cheers Merry Christmas 不得不夸 不得不夸想一下我设计师 真的解的很好